我恭祝大家路上平安, 心臟密見 對, 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龍年, 我希望介紹所有壞習慣 好好養生 關於養生, 請教中醫 今天請來注冊中醫師 魏詠梅中醫師 跟大家講解一下龍年如何養生 有請外醫師 有請 李師, 你好 恭喜發財… 大家早就請問 跟觀眾拜個年 好, 我祝各位觀眾 龍馬精神, 心臟力見 是, 李師 我經常說養生是因人而異 如何龍年養生呢 剛過去2月4日已經是立春 立春是二十四節氣, 第一個節氣 所以養生開始有新習慣, 好時機 但每個養生都不同 好像有些人是熱底 吃薑就生非脂, 生暗瘡 但寒底吃薑就很好 所以大家不同體質, 吃的食物都不同 很視乎人體質, 甚至是生活習慣 所以香港人的養生就要視乎自己不同的需要 你看, 譚美豪經常熬夜 對, 但以經常熬夜來說 有時候可能只顧著玩遊戲機 但有時候是因為真的工作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忙呢 對, 其實熬夜是香港人最常見的 體質問題 我們看到熬夜人士的養生要點是怎樣呢 首先, 他們有兩個特點 就是虛火蟲和氣虛 我們發現很多人可能上班要輪耕 或者去玩遊戲機, 開心玩 令晚上也沒得睡 晚上沒得睡 其實違反了我們喜歡看的 天人相應的生活習慣 我們喜歡認為日出而作, 日入而適 但我們現在很難做到這件事 沒有說天黑就要休息 是 但只要十一點之前已經可以休息 其實已經算是五啞夜了 這是標準 對, 標準, 大概是這樣 但我如何感覺到自己有虛火蟲 或者是唏噓, 自己是否覺得 其實是覺得, 但習慣了 虛火蟲是什麼呢 因為晚上應該休息的時候 你正在亢奮 還可能打麻將, 正在做事, 正在玩 你會慢慢有熱氣的感覺 大家以前吃一包薯片也沒問題 現在吃一塊薯片已經生非節 對, 口感嚴重的時候 晚上要起床乾到喝水 皮膚乾, 眼睛乾 女士甚至會提早衰老 甚至提早更年期 對, 所以虛火蟲是很常見的問題 但習慣了, 像每個人都是這樣 氣虛也是 氣虛其實也是 我們說以前十幾歲 熬夜通宵濕濕 沒事 第二天早上就康復了 現在慢慢熬夜可能要兩三天 甚至一個星期才能恢復 原因是不夠氣 我們氣就像人的身體能量一樣 我們休息時就充電充電 休息時也不夠, 自然就會唏噓 充不夠電 充不夠電, 很難充滿 是, 是不是需要戒口嗎 對, 我們常常說戒口 首先要戒什麼呢 首先要戒新辣醋熱的東西 新辣的東西, 咖喱, 辣椒, 胡椒, 黑椒 這些東西 醋熱就是最好吃的東西 薯片, 不能吃 薯片, 餅乾, 多屎果仁 少是什麼意思呢?少多少呢?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這麼高的人和這麼多的人都不同 對… 我每個人吃一兩塊都可以 吃一點就可以了 每一堆都不斷吃 火重的, 我們用水去撲火 多點吃什麼呢?滋潤的東西吃 我們說花膠、裸片、雪耳 對, 燉蛋、牛奶、白盒、蜜糖 滋滋潤的東西就最好了 不過最重要的是多喝水 很多虛火重的人都發現 比較少喝水 一日六至八杯水, 清水的話 是很重要的 醫師, 還有湯水可以幫忙嗎? 有, 我們剛才說到裸片湯 我推介一個 花旗參裸頭石合物冬湯 我們看到花旗參裸氣清虛火 裸頭膠質滋潤, 很重要 然後石合就是清心幹火 蜜冬其實也是 加上淮山、軟肉、健皮養血 然後陳皮會化一化濕 也調和了裸片帶來的腥味 加些瘦肉煮就已經可以了 要煮多久呢? 這個湯大火半小時 然後大火半至兩小時已經可以了 多久喝一次? 其實一個星期喝一次就可以了 有什麼人不能喝? 其實感冒的人不能喝 而且如果真的很怕冷 手冷、腳冷、面青、口順白 就不能喝了 除了剛才說熬夜的人之外 還有什麼類型的人士需要注意一下? 對, 我們香港吃腦 努力活動的人 我們也要有養生特點 我們發現腦力活動的人是腎氣虛 我們終於認為腎是主骨實身碎 而腦是水海 所以腎是養腦袋 你發現年輕時腎氣好的時候 想法快, 轉數快 慢慢年紀大, 慢慢年紀大 吸收力又弱 叫我背夜就沒什麼可能 對, 主要導致有什麼問題 好了, 如何看得到腎氣虛呢? 除了人反應慢了之外 其實就是脫頭髮 對, 努力活動的人 腎氣虛之後會容易脫頭髮 白頭髮多 因為腎主宰頭髮 另外, 容易腰膝酸軟 因為腎主宰腰部和膝部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男女生殖能力 因為腎主宰生殖 女孩子腎氣虛, 可能如經不調 時早時遲 或者想要小朋友又要不到 男士性功能又會下降 腎一生的元氣需要很保養 要忌什麼呢? 忌, 吃鹹食 我們用醃漬食物, 盡量少吃 另外, 我也沒留意 要少看恐怖片 對, 為甚麼? 他經常嚇我 不, 這樣就不行了, 傷你神 他很害怕 為甚麼呢?我們終於認為 恐傷神, 恐懼就會傷神 平時經常用腦, 很多事情要想 再看恐怖片, 自己嚇自己 再傷神氣 再傷神氣 所以應該看輕鬆的戲 吃什麼就好 吃什麼就好, 黑色的食物 黑豆、黑木耳、黑芝麻 雙神、烏雞、黑棗、藍棗 都可以幫助補腎氣 這個有沒有什麼湯水可以幫忙? 對, 我們說補腦 我們有合途湯 我們有合途生熟地健腦湯 有什麼材料呢? 首先是合途, 合途成腦的形狀 就是補腦、益致 生熟地補腎水 提供營養基礎 然後我們看到栗子肉 栗子肉有點甜, 補腎 大小也喜歡吃, 蜜罕年中藥草 其實這個是補頭髮的 養頭髮, 人也開心一點 好, 還有北齊補氣, 紅棗補血 加上瘦肉一起熬 我們就可以養腦 讓人精神一點, 轉數快一點 一個星期喝多少次? 一個星期一次就行了 不用補頭髮 怎麼煮 這個加瘦肉, 像剛才那樣 大火半小時 然後不中大火 過半至兩小時就行了 因為感冒的時候不能喝 一般小朋友也沒什麼問題 努力人士就說完了 體力勞動的人士 有什麼要注意嗎? 什麼工作人員會有傷? 很多時候體力勞動是什麼呢? 其實在餐飲已經很體力勞動 企足全日, 到處走來走去 另外一些貨運、清潔、建築 其實都很需要體力勞動 這些人有什麼問題呢? 容易氣虛, 容易乾腎虛 所以要補氣, 補乾腎 氣有什麼關係呢? 氣力… 有氣才有力, 沒氣就沒力 氣就像人的電一樣 夠電的話就用得久一點 不夠電就很快就累了 乾腎主要是筋骨的問題 乾主要是筋 筋就是筋腱、關節 如果乾血不夠, 筋就會容易緊 做事覺得不爽手 好像不能發力 容易受傷, 筋會緊 腎主要是腰脊的問題 站得多, 怎麼會不累 對, 膝蓋怎麼會不痛 所以遇上肝腎 整個人都會生晚一點 不會那麼累 有什麼不能吃的? 對, 都是新辣草鹽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體力勞動的人都很討厭骨火 為什麼經常這麼累, 這麼囂張 除了肌肉很累之外 其實我們說肌肉發炎有關係 所以咖喱辣椒, 你們小吃吧 吃什麼好? 幫助自己補氣, 充電 花旗心, 擋心, 北旗高麗心 五指毛桃都可以 補筋骨, 道中巴激, 牛大力 牛膝, 粉葛這些都很有幫助 不怕當成 醫師, 剛才說到五指毛桃 還有湯水可以幫助他們嗎? 有, 經常體力勞動的人 可以煮五指毛桃雙牛湯 有什麼材料? 五指毛桃補氣而不燥 雙牛是什麼? 就是牛膝和牛大力 一個是補膝頭, 一個是補串身的筋骨 我們看到道中補腰, 令到減少腰痛 白灼可以柔軟根脈 令到肌肉軟一點, 沒那麼容易受傷 再加上復齡, 去一下體內的濕氣 人會輕鬆一點 有些蜜棗調和味道 再加上豬味骨去煮 清甜, 又可以撞腰骨 多久喝一次? 一個星期喝一次就行了 一次就夠了? 差不多了, 補過頭又容易粗 有什麼人不適宜喝? 對, 始終補的成分比較多 還是感冒的時候就不要喝了 三款湯水都有感冒 有些不舒服, 不要喝 不要喝了, 對 明白了, 今天謝謝牙醫師的講解 大家有任何問題 記得詢問相關豬嚴人士或中醫師 來吧